大家好,这里是OL编辑器的视频教程 这次就由我来替大家解说这个编辑器的使用方法 对于一些PC版的noter来说呢,可能已经有相当的经验了 但是我还是选择从头到尾解说一遍整一个map的制作过程 首先我们这次采用这一首曲子中的示范曲 要制作一个map呢,首先我们得知道这首曲子它的bpm是多少 这是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测出来的 并且它测出来的bpm信息还可以保存在音频文件里面 比如说我之前测过,我直接拉下来,它就可以显示出它的bpm 一般情况下呢,bpm是不会有小数点后两位这样奇怪的数字的 造成这样的原因呢,很可能是因为音频最后面没有完整播放整一个拍子 或者说在音频的中间出现变数之类的 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 总之bpm就是一首曲子在一分钟里面它的拍子数 也就是这首曲子的曲数的意思了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编辑器 关于这个编辑器的语言呢 是可以通过在这个language这个配置文件里面进行修改的 easehcn就是指中文的意思 至于这里就是英文 日文,中文,中文,中文繁体 然后这是台湾 啊,这些东西 继继续研究一下其实更好了 然后改好这些之后呢 如果你要新建一个map的话呢 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个地方选择mp3文件 也就是打开它的音频文件 基本上你找得到音频文件的这里面都是兼容的 所以说 开 然后在这个地方选择你保存的工程文件的文件名 然后我们进入编辑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map的编辑的界面 首先呢 在这里面输入你刚才测到的bpm 至于这个bpm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精确到整数就可以了 四舍五入的话 但是有一些曲子可能还真的就那么特殊了 它的bpm就真的是有小数点后几位的 这个得看具体的情况 不过一般情况下输入整数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有一些歌曲在中间出现变数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中间的部分再插入一个新的bpm 也就是用别的那些 例如说格式工厂之类的程序 把视频把把那个音频给分割 分割好之后再分别测试它的那个bpm 然后我们在图我们在中间要插入bpm的话呢 先选中你要去到的那个地点那个时间点 然后输入更改的bpm 按加 注意按等于的话呢 是改变你现在这个 就是你现在输入bpm这个范围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插入一个125.02 诶怎么变成019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按等于的话 就是改变这一个范围里面 它的bpm的数值 这首曲子在中间没有出现变数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不需要在中途进行更改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隔偏移 隔偏移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情况下的歌曲呢 它都是不会从第0小节的第0个时间点开始的 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把这个把其实就把音频里面的格里面的拍子和时间轴上面的隔线对准 比如说隔偏移如果你输入6的话呢 就是整体隔线往后6个时间点 一个时间点就是把一个小节192等分 一等分就是一个时间点 嗯这个以后以后大家做多了之后就大概懂得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了 嗯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我之前做过 它是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之它是正好对准在第0小节的一个时间点开始 就不需要改变这个隔偏移 然后关于这个击打音效呢 在这个地方 选择更改 OR的编辑器它的击打音效 都放在对击打文件夹里面 在这里更改的时候 还有丢吸音就是 当你按错那个键的时候 就会播放这个音 播放这个按键音 嗯最好 其实对好时间走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输入Note 然后进行校对 关于这个Stop值呢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使用的 但是由于PC版的编辑器里面 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 将整体的音符往前或者往后移动 嗯但是在OL的编辑器里面 Stop值只能输入正值 也就是只能把音符往后移动 不能把音符往前移动 就是整体往后移动 比如说示范一下就是 比如说在这里输入12的Stop值 你看整体音符就会在输入的这个点 往后 移动12个时间点 就像这样 然后关于这个节奏拍呢 就是指一首曲子 它的是三拍子或者是四拍子 就有一些曲子呢 它是每小节它有三拍 而不是有四拍 就比如说我的第六十三代里面 它就是每小节有三拍的拍子 也就是三 啊 每小节有三拍的一个音乐 也就是三拍子